2009年莫拉克风灾 让高平山区是遍体鳞伤 之后每逢大雨或者是台风 当地居民就得面对道路中断 或者是必须要战时撤离家园的处境 这一次的豪大雨让我们再度面临了考验 政府的应变措施 以及对于居民的避难安置 是不是有比莫拉克风灾的时候更进步呢 面对未来还有可能的灾难来袭 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预防跟准备 缠身大噪 云雾环绕群山 临近的高平山间却隐喊危机 6月10日起的豪雨特报 短短两天内在高平溪六域 降下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 一条又一条溪溅不断灿流 冲击莫拉克风灾后脆弱的山体 山崩 路段 桥梁岌岌可危 山间部落再成孤岛 居民仓皇逃难 两三顿都在那边没有路 没有路 你的脚下都已经泡到烂的 如果被了我们高红没有路 那只速度 斗大的雨不断累积 下集讯息警报来临 我们做了什么准备 浊潢的恶水不断冲击落石 发出如雷巨响 这里是高平溪支流的老农溪 沿线部落因为610毫雨 传出严重灾情 6月12日 我们来到桃园区高中里 南侧道路的路面 已经崩毁了三分之二的宽度 便桥移成围桥 无法行车 北侧连接驱公所的路基 被山崩 涂石大跨 物资根本下不来 这样的道路景象 不是610毫雨独有 摩拉克灾后 没风雨季必定上演 路基被偷封了 八八风灾 我们在整个修复跟重建 我们的脚步实在是太慢了 所有桃园区的一个水泥桥 没有一件完成的 高中里一共有60居民大约800人 居民带着我们探访聚落 一亏更严重的灾情 这条产业道路上方是灵物局的临班地 莫拉克灾后的整治工程 无法汗容水量带来土石流 土石流下方就是高中里第二部落 土石来的时候 他这边容易土住 然后就会沿着这个马路下去 然后冲击到第二部落 因为他们村民都很担心啊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啊 当时高中里居民徒手扳开 石块木头才紧急逃过一劫 但更深山的复兴里 就没有这么幸运 从空中俯瞰 两栋民灾瞬间被二水吞噬 莫拉克风灾后 高平溪流域的河床被垫高 只要一下雨就会暴涨 莫拉克灾后 政府在老农西投入13亿整治经费 其中有7亿用来输菌 但居民指出根本没看到任何成效 政府的效率不好 那个已经对在跟部落一样高了 结果经过三年 那些该亲属的没有 所以这次的雨量那么大 所以已经把这个 我们复兴里的这个住宅 有四五洞已经被冲回了 表情空洞 不断擦着眼泪的老妇人 就是失去家园的复兴里居民石金花 好雨发生时 她在山下看病 大电话回部落探问情况 邻居跟她说一切没事 其料几分钟后 房子却被洪水吞噬 最难过的就是 没有拿到一个东西里面 提起房子 石金花就激动的不能自己 因为她所遭逢的厄运 不是天灾而是惹祸 99年复兴里面曾经向政府称勤 水利工程亲疏有严重缺失 恐怕导致灾害 高雄市政府的回复 高雄市政府的回复是没有经费 这个你不是随着 你哪里时空挖地了 随着哪里去 等于没做 今天做了完了下雨 重复了 等于没做 而居罗旁的一座堤房 在摩拉克风灾时被冲毁 三年来一直重复试做 石金花指控 她的家是被这个工程毁掉的 她们想说要 她们也不知道是会下雨 她们还没有做完 就下一代 就走那边到我们的家 小山猫忙碌地移开崩落的土石 这里是桃园区刑罚里 居民无奈地环市家门 因为马路早已变成水路 黄小姐住家后方有座山坡 赫博台风过后松动山体 政府没有进行复语 只有施作排水工程 让黄小姐饱受淹水之苦 有做过工程 可是每次做工程 在隔年一样也是一样 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到 主要是我们的放油的问题 主要是没有办法挡住 每年都是重复这个規制 每年都是重复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摩拉克灾后 学者呼吁进行国土富裕 但三年来富裕方案 富之缺如 政府投入的重建经费 都是山林整治 由于高平溪流域 近年中央山脉 拖度超过三十十度 属于地质敏感地区 加上高平溪近年 不断超过规模6的地震 摩拉克台风可以说是 脆枯拉秀 学者警告 高平山区不适合整治工程 巴巴封灾之后 其实已经整个山区 已经不稳定了 就有点像类似 那个9A地震一样 所以它也经过一段 很长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一个稳定状态 我刚讲 例如植被要慢慢 让它长出来 那土石要稳定下来 所以它一定要有很长的时间 那政府来讲 当然要针对这些 有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认为说 有保全对象的地方 那可能公共设施 跟他们要去做一些 一些整治这样 但是山区里面 基本上我是反对 再继续做整治 我们从今天早上5点钟开始 就开始 对桃园 纳玛夏 还有茂林 三个乡的乡亲 陆陆细细的 我们用直升机 把它运送下来 我们预计是 在桃园有515个 在茂林有540个 纳玛夏有188元 一共是1243个乡亲 那边不是够吗 够了 商店都没有 6月13日 新政院下令 紧急撤离山上的 乌岛部落 最先被送下山的 是桃园区附行里的居民 他们在经过 基本问诊后 被送到牛丑谱 迎去安置 欢迎 问候雨此起彼落 即便只有小小一段路 安置中心的志工 也贴心的被灾民撑散 这个安置中心 由红十字会负责 被安置的居民填完资料以后 立刻就有热腾腾的食物 填饱肚子 不时还有会说 祖宇的志工和灾民交谈 或协助安置事宜 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的家中土石有抽肥 对 他会错意说 是不是要到这边做登记 好 我有问他 等居民的情绪和患 就可以到组合屋里休息 对啊 一下好大 人都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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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安置才一家一户 基本用品和隐私都很足够 然而又往山区 资源分配就越有落差 那因为刚才医生有帮他 诊查过 他肺部可能是有一些 那个呼吸道的喘病因 所以现在要帮他做蒸气吸入 改善他肺部的呼吸情况 好 把他吸进去 好 这里是屏东三定门乡的体育馆 迅奇石 作为撤离时的安置中心 这次豪雨特报已发布 大约有200名打来村 和德文村的民众 在这里等待雨停 公所会打给村砸水立菌 我会一直评估嘛 评估之后就会叫村长广播 或者是公所会给我们一个时间 比如说今天的几点就要 开始就是要测了这样 有在部落里面就可以 先测的就先测 人家下班的人就可以 就是陆陆续续的啦 事先撤离 民众有足够时间准备 不少居民还可以带来婴儿车 或是把工作带小山 代表回来 不过我们下去到三地 里面的东西要 包起来 嗯 要准备 你要讲这个 我要工作要这样子 待啊 三地门乡公所立行政中心很近 基本生活设施不予匮乏 不过安置的场地漏水 也缺乏隐私权 加上摩拉克风灾 曾经要求居民 不得回山上居住 不少居民 其实不愿意下山 主会往上的时候 村长就把我们说要撤村 啊我们都不要下去 那我们就强迫要我们下来这里了 你们那时候被强迫下来 会不会担心我们不去 有一点 摩拉克灾后 政府在山上 即时设置了紧急避难中心 降低全村撤离的必要性 但当我们实际探查 却发现避难设施挂一漏外 好几次在我们活动中心 我们所切拔的 就是我们的处境 我们是在地板上用的 高中里的避难中心 平常是社区活动中心 和隔壁的新中国小 在摩拉克灾后 一起被指定成为 紧急避难所 堆积在一旁的物资 就是800位居民的避难除粮 其他物资都放在桃园区公所 由于道路中断 赖文德估算 这些粮食只能撑2到3天 他希望调用新中国小的物资 却碰了钉子 前几天 我们是 就已经进入这个收容中心 结果我们想要动用到这个物资 譬如说我们是停班停客 那国小这边有一些 就是营养的物资 是不是可以供应到这个社区 那我们的答案是说校长是不准 为什么这样 这个横向重向的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 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不是高中里最窘迫的状况 第六龄的美兰部落坐落在河的笔端 桥梁育雨毕断 每每成为孤岛 本来有便桥 但是因为它这边是 大概是这边水是汇流区嘛 所以它这边水很大 所以它的垫桥只要有下雨 就没办法过 滂沱大雨中 直接一位美兰部落居民绑着麻绳 小心翼翼拿着薄木板衔接断桥 盼死过河 探温之下才知道原来的部落会咬断桥 那你怎么会从那边走过来 那边都没有东西吃了吗 那没有 应该是从礼拜天开始都在上面 晚上的时候都是上去避难 白天的时候可能我回家休息一下 晚上的时候都会上去避难 前几天都可能就是下来 那什么要煮的东西上去 今天可能大家想回去看新闻吧 因为毕竟避难屋 它目前是有电 可是可能没有电视 大家可能想也了解 像桃园区的啊 因为那边很多亲戚嘛 大家都下来看新闻 摩拉克灾后 受创仅次于小邻村的 娜玛夏区南沙路部落 在这次好雨清醒下安然无恙 因为在6月10日 他们就已经住进 自立新建的避难屋 部落只要到黄色警戒的时候 主人就大概知道东西要包一包了 不要到红色警戒大概村长在 广播一两个小时说 等一下在我家集合 要开部落会议 开一开完就不到红色警戒 大家主人就会上来了 我们主人对防灾的很了解了啦 摩拉克灾后 政府本来要求南沙路千村 但居民的生计还得仰赖山林 他们拒绝下山 经过地质专家勘查 南沙路找到了安全地点 透过民间团体协助 新建避难屋 试着与自然和平共存 坚持不下山是怕说 回顾到八八水山那一年 怕说下去了就被安置了 回家的路会 会越来越遥远啦 所以主人这是坚持的不下山 一方面有了避难屋 说实话很安全 每年8月9号 居民都会在避难平台 进行防灾演练 平时也会激动补充 避难所需物资 半年就砍一次草 家福来补助我们 我们就会找老人 来帮我们砍草之类的 通常知道说 要有台风季节的时候 通常主人会先来整理东西 把东西先准备好 像瓦斯啊 要吃的都会准备好 放在这边 假如真的要避难的话 只要人上来 跟车子上来就OK了 摩拉克灾后 政府开始检讨 彻理机制 建立防灾地图 内政部长李鸿元认为 防灾地图 在610豪雨 发挥了九成效用 民众也知道病人场所在哪里 里面的物资都准备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怎么逃怎么样 所有的整个标准作业程序 都非常清楚 这就是我们防灾地图的 其中一个目的 因为我这样两三年观察 它大概只做物资的储存室有 不过下到去公所这边 还是有一些落差 整个救灾系统也都几乎没有启动 因为礼拜天凌晨就已经下大雨了 那我礼拜天中午下来 我在山上海 那个救灾硬边消息都还没有成立 那表示那个怎么讲 那很迟钝 那个行政反应是非常值得的 台湾是个尾翠岛域 当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 避灾配套显然必须坦性多元 610豪雨凸显了防灾应兵的不足 迅奇的试炼一波接着一波 山区居民等待着政府修正与警务